謝謝柏惟哥 但是有得幫我用 要不要吃飽 有 有多餘的能力 去幫助這些弟弟妹妹們 以前都是直接放紅包 這一次想說大家一起吃飯 比較有唯獨的那種感覺 1 2 3 謝謝柏惟哥 謝謝 請小朋友吃飯的 3 7 人士 都越來越少了 因為經濟不請氣 以前都是直接放紅包給院生 這一次想說大家一起吃飯 比較有唯獨的那種感覺 因為院生請院生吃飯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阿姨一直以來都不太希望我請院生吃飯 好幾年之後阿姨有點 就是了解我的經濟狀況 比較放心讓我去請他們吃飯 這是阿姨跟我講的 哈囉 其實每年都十幾個 然後今年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蹦出二十幾個 因為你要幾個 不是吧 因為今年大家回家的人比較少 所以就留在這邊做 像這些都已經結案了還是少了 沒有吃飽 有沒有吃飽 有沒有吃飽 你知道我們來吃 吃飽 酵肉是另外再加的 OKOK 大概吃一點點 所以 算了 他要吃 他是九哥幫我用 哇 可以拿真 跟他講 大 總共金額是一萬兩千七百多 然後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便宜耶 因為阿姨他有堅持說 就是大人的部分他自己有多 請吃飯的錢真的沒有很多 那大家其實都知道要做善事阿 但是願意做的人真的非常少 那我也呼籲大家 其實如果自己真的有多餘的能力阿 去多多關心這周遭的人事物 可能是淨灘阿 或者是去幫助一些弱勢的團體阿 不一定要出錢阿 也可以出力阿 也可以出關心阿 也可以出祝福 最後呢也要謝謝這些廠商阿 學校阿 政府 讓我的公司呢 在今年有多餘的能力 去幫助這些弟弟妹妹們 也間接的幫助到這些小朋友們 這些弟弟妹妹們 最後呢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好運榮中來 然後榮光煥發 OK 掰掰 對阿 一條充電線是可以直接燒掉一整個 自己辛辛苦苦經營了好幾年的公司 員工一到現場的時候 已經煙霧瀰漫 那時候我也非常的緊張 一間房間整個燒的屋漆媽黑的 我問她說為什麼充電線會自己 起火燃燒 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 原來一條充電線可以燒掉一整個家 今天呢 我閨密 一充充麻麻的打電話給我 她跟我說她的SPA店起火了 那時候我也非常的緊張 問了她起火的原因 然後她跟我說 她的整個房間全部被燒得起黑 現場也一片慌亂 鑑定客在現場發現原來起火燃燒的原因 就是一條充電線 其實這件事情也完全震驚到我 因為我也沒有想過 原來一條充電線是可以直接燒掉一整個 自己辛辛苦苦經營了好幾年的公司 哇 這件事情也是大家的警惕了我 那一天剛好要去修手之一位 跟修手機店的老闆 特別是詢問了這件事情 我問她說為什麼充電線會自己起火燃燒 她跟我說 其實一般的用地攤的便宜 或者豆腐頭跟充電線 其實他們的電壓跟線 電流都是非常不穩的 如果遇到電壓不穩 輸出不穩的話是會有起火燃燒的情況 那那時候其實我閨蜜真的蠻幸運的 那天剛好不是她的工修日 是她的營業日 所以員工一到現場的時候已經煙霧瀰漫 她乾淨打救火隊 然後還有那就滅火器 趕快進去裡面救火 所以幸好不是整家店都燒掉 那天也沒有任何人的傷亡 只是把她的一間房間整個燒得烏漆滿黑的 但是這件事情也真的警惕我 我平常也是一個不喜歡撿便宜貨的人 就不管是買任何東西啊 3C產品還是衣服也好 生活的必需品也好 因為我總覺得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 不是說便宜的東西就是不好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一定有它的區別 像是衣服不可能穿出什麼危險性 頂多就是材質不好可能引起過敏 但是像是3C這種東西 我自己也是特別注意 因為畢竟是電跟手機的問題 欸手機一台也是好幾萬塊 那水平面可能一條線手機又可能會燒壞 我們先別講起火了 起火是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只是手機燒壞 其實也是令人很心痛的事情 所以剛好藉由這個意外跟事件 在這裡呼籲大家 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 我認為像是這種3C產品的充電線豆腐頭 大家都盡量去選擇原廠正貨 或者是至少不要買這麼便宜的線 因為今年火災的新聞真的特別特別的多 所以也希望這些意外都不要發生在我們身邊 我的閨蜜呢就是今年剛好沒有續保 就因為她沒有續保了火災線 這次的損失也不知道有多少 也警惕了我趕快找我在賣寶蛋的閨蜜 去跟她保了火災線 保障你自己也保障我的公司 趕快把我的視頻分享給你說的好朋友們 讓這個意外不要再輕易出現在我們身邊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全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